第188集 嫂子 程旭仪看着想得出神的李小暖,迟疑着低声叫道。 李小暖缓过神来,看着程旭仪笑着解释道。 我父母过世后啊,棺木就寄放在福音寺里。 我和魏嬷嬷还在寺后的小院子里住过小半年呢,那时候嬷嬷和我过得很苦呢。 嗯,我听魏嬷嬷说过,程旭仪盲接道。 嬷嬷说,嫂子病过一场,一下子就懂事起来了。 嬷嬷说,嫂子呀,心最善了,对她也极好,不管吃什么,只要觉得好吃,必定给她留一半的。 从来不把她当下人看,孙嬷嬷说,嫂子就是心善,才有这样的大福道。 李小暖挑着眉梢,笑着,只不说话。 魏嬷嬷是她的亲人,不是下人。 程旭仪歪头看着李小暖,微微顿了顿,低声说道。 姨娘说,我命好,有嫂子这样的嫂子。 李小暖争了一下,放下杯子,伸手抚了一下程旭仪的脸颊,笑着说道。 你是汝南王府的三小姐,这就是福分哪。 有姨娘那样的生母,也是你的福分,别想那么多。 宛若怎么想起到福音寺上香的,就是想去玩玩吗? 李小暖随意地转开话题,程旭仪微微促着眉头,往李小暖身边蹭了蹭,低声说道。 不是玩儿,宛若姐姐最近心情不好,她可没心思玩。 宛若姐姐说,程王妃病了,可又强撑着不愿意让人知道,也不肯让太医诊脉去。 李小暖惊讶地直起上身,心思飞快地转着,八月里,程王回来过。 难道,是不是有了身子? 程旭仪脸色仗红着,急急地摇着头。 嗯,不是。 李小暖疑惊地看着一脸难为情的程旭仪,程旭仪扭着手里的帕子,舌头缠着姐姐解释道。 宛若姐姐跟嫂子一样,说话值得很。 她说过的,从在太原浮起好多年了,程王爷就没在王妃院子里歇过。 宛若姐姐还说,那个,嗯,那个,徐氏的院子里,养了好多那个,就是,做那个的丫头,个个都是妖精。 总之,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不是为了这个。 李小暖听程旭仪这个那个的说着,笑了起来,将果谱蝶子塞到程旭仪怀里。 好了,我知道了,那程王妃到底因为什么病了? 嗯,前些天,太原府来人,把周世新接到太原府去了。 嗯,这事儿前,王妃就病了,宛若姐姐也气得不行,说是那个徐氏,偷偷送了两个妖精,给宛若姐姐的哥哥,就是大少爷。 王妃要把人带走,大少爷不让,竟和王妃动了手。 宛若姐姐说吵得可厉害了,王妃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气病的。 宛若姐姐说,他哥哥才十五岁,我也没听懂怎么个不好法,反正就是不好,宛若姐姐也气得不行呢。 李小暖眉头拧到一处了,也怪不得程王妃气得病倒,又不肯让人诊治,只要严一尽服,她这病因就得传出去。 陈王府里徐氏比他更有势力,周氏远气病母亲的事儿再传出去,就又添了不肖之名。 李小暖缓缓缓地叹了口气,这捧纱,用到周氏远这样的愣头青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 他得到被人捧死了,才能明白谁好谁坏。 也许死了也明白不了,程旭仪也跟着李小暖叹了一口气。 嫂子不知道,宛若姐姐就没高兴过,我看着她,倒觉得还是我的日子过得好。 程旭仪猛地顿住口,眼神慌乱地看着李小暖。 李小暖拍了拍她的手。 她是皇家嫡长孙女儿,照理说,这日子自然比咱们这样的人家过得好,可这过日子真如饮水。 冷暖哪,只有自己知道。 你就知道她不高兴,就多宽慰宽慰她,多陪她说说话,也是做朋友的本分。 程旭仪常常地舒了口气,感激地看着李小暖连连点头答应着。 嗯,我知道,我听嫂子的。 程旭仪又和李小暖说了一会儿闲话,看着乌角的低漏急忙站起来,笑着说道。 姨娘交代过我,嫂子还在月子里呢,不能多说话累着了,让我看了嫂子就走的,我恋着嫂子跟嫂子说话了。 程旭仪吐了吐舌尖。 嗯,回去姨娘又要说我了。 李小暖看着灵动活泼的程旭仪,坐着身子也不下榻,只笑着说道。 那就在姨娘说话前呀,先认个错,我就不送你了,有空就过来,陪阿奔说说话,我一个人跟她说话呀,说的嘴巴都是干的。 程旭仪兴奋地连声答应着,轻盈地转了一个身,出门去了。 李小暖歪在榻上,半闭着眼睛,细细思量般上,才沉沉地睡着了过去。 程旭仪轻手轻脚地过来给她盖好被子,放下帘子,坐着针线,守在旁边。 晚上,乘客回来,站在榻前,看着兴奋地捂着手脚的阿奔,皱着眉头,实在想不明白,这个麻烦的小东西有什么可爱处。 吃了饭,李小暖看着阿奔睡着了,才转回内室,坐到罗汉床边,伸手拿过乘客手里的折子,低声说道。 我有话要跟你说呢。 乘客忙坐直了身子,李小暖将程旭仪的话滴滴地说了一遍,往乘客身边靠了靠,叹了口气。 唉,这当娘的,像崇王妃这样,一颗心呢,就都记在周氏远身上了。 徐氏这样的捧纱,必定也不是头一回了,不然,也不会有上回宫里的事儿。 你看看。 乘客面色凝重地低头撕寸了半声,掀起被子,下了床,一边穿衣服,一边看着李小暖说道。 这事儿极要紧啊,我去找小景吧,你先睡吧,别等我。 李小暖站起来,伸手拉住他,滴滴嘱咐道。 总是皇上敌掌一戏,留意之好,那是个没脑子的愣头青,留着也坏不了事儿,也省得让那些使家在百年之后写出什么不好的话来。 乘客伸手抚着李小暖的肩膀,低头看住他,俯身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贴到他耳边,低声说道。 唉,我知道了,小景呀,是个心底宽厚的,这事儿也不难。 李小暖送乘客到了门口,看着他出了门,才转回去,安心睡觉去了。 离满月还有两天,谷家就传了喜馅过来,严氏怀孕了。 王妃欣喜不已,忙打发田嬷嬷送了一车的东西过去,想想不放心,又连使了几个婆子一趟接一趟的过去, 又让许氏过去了一趟,千叮宁万嘱咐了无数该哪能不该哪能的事儿。 李小暖喜之不尽,吩咐蓝初收拾了一些吃食,让孙嬷嬷和魏嬷嬷过去了一趟。 晚间又打发蓝初过去,寻了严氏悄悄嘱咐他,节制饮食。 这养孩子可不是养得越胖越好,万一孩子太大,生育这一关就难过去。 过后一天,又让禅姨过去了一天,细细和严氏说着自己怀孩子时如何如何。 满月前一天,程敏盈和程敏青约在一起,带了一些孩子的衣物、偿命锁、平安寇之类,过来看望李小暖和池子阿笨。 老太妃正忙着准备阿笨的药,早上过来抱着阿笨,逗着他笑了大半个时辰,就恋恋不舍地回去瑞子堂忙着去了。 程敏盈和程敏青约来时,王妃正抱着睡着的阿笨,晃来晃去着。 程敏盈凑到王妃怀里,仔细看着阿笨,笑着说道, 呦,倒是和小客有四五分相呢。 我说呀,还是像小暖更好看些。 程敏青也探头看着睡得沉沉的阿笨,伸手想抱过去。 母亲累不累,我来抱吧。 不用,阿笨就喜欢我抱着他。 你不知道,一到我怀里,他就睡得特别沉。 王妃拉着阿笨,哪里肯松手的? 程敏盈拉了拉妹妹。 母亲盼孙子呀,盼得眼睛都绿了,好容易这孙子抱到怀里了。 别说不累,就是累也绝不出来。 李小暖接过小丫头托盘里的茶,捧了一杯递给程敏盈。 程敏青猛转身,推着李小暖坐到他岩上。 你别忙着张罗,到底还没出月子呢,可不能累着了。 咱们又不是外人,我自己来。 程敏盈放下手里的杯子,连声自责道。 你看看我,光顾看着宝贝侄子了,竟没看着这茶是谁递的,该打该打,就是出了月子呀,也得好好歇着呢。 这女人生孩子,每个半年一年的都歇不过来,千万不能累着了。 正说话间,阿笨皱着眉头,伸着手,胡乱抓了几下,嘴巴搓着,吸来吸去。 王妃急忙站起来,急急地示意着奶娘。 哎哟,快,赶紧赶紧,饿了,快快快。 奶娘急忙小心地接过去,退到旁边小屋子上坐了,掀起衣巾,为阿笨吃起奶来。 王妃眼睛盯着阿笨看了一会儿,才转头看着程敏青问道, 阿辉的话说清楚了没有,我这一阵子忙,也没顾上别的事儿,听说又病了,这大半年的像是没好过。 太医怎么说的,奶娘嬷嬷们是不是事后的不尽心呢? 就病了两回,母亲别担心,太医说是小风寒,她如今会跑能跳的,就没个闲着的时候,有时候汗出得多了,迎上一股风,就容易晾着。 小孩子都这样,母亲放心就是。 王妃点点头,转头看着程敏盈,拧着眉头低声问道, 琴儿,我隐约听说,有人要给永冰说亲,有这事儿没有? 哎呀,不过就提了一提,我想着都还小呢,这脾气性格都还没定呢, 这会儿真说定了,万一有个不妥当,气不麻烦,就含糊着推了。 嗯,这话说得是,这娶媳妇儿啊,脾气性格可是最最要紧的,你看看小克媳妇儿,有这样的才好哦。 王妃扶掌赞同着,李小暖挑挑眉梢,笑着只不好接话,程敏青笑着推了推程敏盈,低声说道, 我看,燕儿那丫头好。 李小暖争了争,程敏盈瞄了一眼李小暖含糊着说道, 哎呀,这孩子都小呢,这会儿说这个呀,也太早了些。 对了,我倒想起来了,正要问你呢。 王妃看着程敏盈问着, 你上次说,要找什么程敏盈方子的,找到没有? 我就忘得干干净净了,起而才想起来,你要这方子做什么用啊? 程敏盈失笑起来,称怪的推着母亲, 你看看你,这心思牙都放到小暖和孙子身上了, 连我找药方子做什么也不记得了, 还找到了没有,银子都不知道挣了多少去了。 你拿这药方子,能挣什么银子呀? 嗯,就是云山的主意, 我那间药铺和云山合了伙儿, 买下了隔壁那间分茶铺子, 现在是一流五间门面, 楼下卖草药,楼上牙专卖成药。 我和云山又没有祖传的成药方子, 跟母亲说,母亲忘了干净, 这会儿倒是想起来了, 是小克牙帮我找了几个方子, 到底是太医院出来的, 不过几个月就做出了名事, 如今这生意好着呢。 云山说了,过了年呐, 要到两只路开几家分号去, 让这银子升银子去, 我觉得也是, 这银子多了, 收着也是白收着不是? 程敏盈意气风发地说道, 程敏青看着姐姐笑着责怪道, 你说母亲,我倒要说你了, 我让你问云山管铺子的事, 你倒是说了没有啊? 说是说了,云山最近哪, 忙得不行, 说是等过了年看看再说。 程敏盈转头看着程敏青答道, 程敏青的脸上闪出一片失望来, 李小暖瞄着两人, 微笑着听着, 仿佛局外人, 程敏青想让古云山管铺子的事, 古云山早就过来说过, 如今卢家暧昧不明, 这事一时半会儿的可接不得。 王妃上下打量着程敏盈, 怪不得前些日子, 跟我要人去南边买木头呢。 青荣过了年呐, 就十四了, 我也没有现成的木头存着, 那木头极好的又难寻, 可不是要早些准备着。 程敏盈笑着解释道, 李小暖满眼笑意地看着程敏盈, 这有了银子, 到底底气不一样了。 十一月十六日一大早, 跟着头一批进城的人, 空袖方丈就进了城, 赶到汝南王府见了汝南王, 将一件古旧的木雕竹抱平安挂剑, 捧着递给汝南王。 这是大师, 给小少爷的满月贺礼。 汝南王忙站起来, 双手接过, 仔细看了两眼, 喜之不尽地拱手谢道。 能得大师祈福, 是我成家的福分啊。 大师身体可好呀, 谢王爷记挂, 大师身子很好, 大师还烧了句话, 说快一年没见到少夫人了, 若是得了空, 就过去喝杯茶。 汝南王连声答应着, 空袖方丈, 又从怀里取了一块竹雕平安符, 笑着递给汝南王。 这是小僧给小少爷求的平安符, 一点心意, 别嫌简陋才好。 汝南王哈哈笑着, 微微躬身接过, 连声道着谢, 亲自送了空袖出门, 看着他上了车, 车子出了王府大门, 才满脸笑容地转回来。 吩咐人叫了乘客进来, 将竹鲍平安挂件和平安符托给他, 又捏起那块竹鲍平安, 对着光细细看了一遍, 采放回到乘客手里, 低声说了来历, 满意地感叹道, 哎呀, 这孩子也是个有福分的, 主报平安, 多好的兆头呀。 回去看看你媳妇身子恢复了没有, 若好嘛, 就带着孩子去看看大师去, 这挂件啊, 让阿笨贴身带着, 这事儿, 赢着谢吧。 乘客答应着, 捧着东西, 回去青年院了, 沉默刚过, 来赫满月里的各府女眷, 就陆续到了汝南王府, 程敏盈和程敏青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站在二门里迎着客人, 王妃只说李小暖太瘦, 担心她是月子没做好, 和老太妃商量着, 该给李小暖做个双月子, 老太妃难得夸了王妃一句, 到底长进了些, 急事同意, 这满月礼上也就拘着李小暖, 不必出来待客, 只喜而时抱着孩子出来一趟就是。 李小暖也乐得清闲, 准备好好的在揽上一个月, 满京城都知道, 汝南王府子四上艰难, 汝南王夫妇五十多岁才抱上孙子, 这份喜庆自是人人凑去, 各府礼人来得及是齐着, 城王妃前一天就遣了四个管事婆子过来, 送了一份厚厚的满月礼, 含糊着只说犯了太岁不好出门, 满月礼这一天, 周宛若却跟着静北王妃一起过府, 道贺来了。